我们身后大屏幕上的这样一种形貌奇特色泽艳丽的鸟类 叫做黄富角质是我国特产的真心鸟类 仅仅分布在我国南方的部分山区 位于福建和江西两省交界处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区域 就是黄富角质的一个重要分布区 几十年前黄富角质一度被认为已经濒临灭绝 如今他们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明星物种 种群数量已经趋于稳定并且逐步恢复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 走进武夷山来了解黄富角质和他背后的故事 黄富角质又称角鸡兽鸡 顾名思义他们头上长脚 胸前肉群披散下来酷似一个繁体的兽子 因羽毛亮丽又自带喜庆 黄富角质被赋予诸多美好的寓意 在文献记载中 黄富角质的名字往往与武夷山如影随形 被人们视为来自武夷山的吉祥生灵 黄富角质属于畸形木质科的鸟类 原产地是在我们中国 主要分布在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湖南 江西 武夷山是这个物种的模式标本产地 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学标本是来自于武夷山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黄富角质在1857年 由英国生物学家古尔德 根据采自武夷山挂敦地区的标本首次定名 黄富角质因为数量稀少而格外珍贵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里边 它是一个异为物种 那在我们国家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边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黄富角质虽然分布区域涉及多个省份 但在大多数分布区域仅有零散个体 或仅有极小种群 而在它的模式标本发现地 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 却呈较大规模集中分布 种群数量较多 在野外的预见率也非常之高 是备受生物学者和摄影爱好者追崇的鸟中明星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设立之初 将颇具影响力知名度的黄富角质 列为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 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有世界同伟独带 现存最典型 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有世界最大的黄富角质野生种群 在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下 它们共同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和恢复 在国家公园政策的保护之下 黄富角质种群已经得到了良好的恢复 那即便是如此 它们的数量仍然非常稀少 是什么在影响黄富角质种群的自然恢复进程呢 黄富角质种群的减少栖息地的萎缩 与历史上曾遭到人类的严重干扰 有着直接关系 现存仅有的黄富角质 大多数都棲居在海拔一千米以上 人际罕至的茂密丛林中 后来呢 在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下 主要是七地的破坏 天临的这种消失 导致黄富角质的 它的分布区退缩 数量减少 除此之外 黄富角质家族的天敌众多 繁育率低 幼厨成活率低 也使得它们在自然选择中 实时处于弱势地位 黄富角质本身 它的窝卵数只有三到四枚 根底的捕食 比如说像松鸭的捕食 还有蛇的捕食 还有青鸥的捕食 那么都导致它的卵和雏鸟被破坏 尽管黄富角质种群 自然恢复困难重重 经过多年保护 仍然看到了 它们数量稳定增长的可喜成效 最近 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 工作人员在国家公园北段 保护区与居民区的交界处 监测到了黄富角质的踪迹 这也是当地监测到的 黄富角质分布 海拔最低 距离居民区最近的记录 这个位置就是 我们的国家公园的 分界线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个后面的商场上 发现了这个新的分布地 就是415米海拔的 黄富角质海拔分布地 513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 黄富角质 2012年的调查 它是400到600只 它的栖息地 是由800米到1800米 根据最新的调查 黄富角质的数量 已经有700多只 它的栖息地 已经由4145米到2050米 黄富角质作为旗舰物种 也发挥了散户种的功能 散户种顾名思义 就是在保护该物种的同时 也为跟它们同域分布的 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 下面我们再跟随镜头 一睹黄富角质和它邻居们的风采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穿山甲 一度濒临灭绝 而在武夷山地区 穿山甲种群 还保持着原始活力 甚至还在向全新的领域 不断探索 在最新的红外相机的监测视频中 穿山甲的身影 意外出现在 位于海拔1400米点位的 一台红外相机里 这个穿山甲也很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 能在1400米海拔 能拍到穿山甲的身影 那是不简单的 因为我们以前的文献记载 和调查的监测的数据上 体现在就是在800米左右的海拔活动 同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天生胆小警觉的黑脊 在无人干扰的专属空间中 与黄富角质比邻而居 悠显自在 珍禽益兽 常常在同一个点位的红外相机中 不期而遇 对7G的水源地要求苛刻 天生便是水质指示标的欧亚水塔 让武夷山水资源保护的成效 拙然可见 我们选择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叫 铜木河 属于沿山河的主源头之一 我们在这个水坛里拍到个水坛 通过那个红外相机和这里 这几个布点拍到了欧亚水坛 有两只在这里活动驱使 据了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 2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共计有5000多种野生动植物 与黄富角质共享着生活空间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8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6种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两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7种 黄富角质是武夷山的旗舰物种 那么同时它的保护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散户种的作用 也就是这个物种保护好了 那么分布在它周边的环境 里边的其他的物种 或者它同意分布的其他的物种 都会受益